好,随着老西光荣桥下游左右按提防环境改善工程步入中期 经济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在老西光荣提段 力拿衡广场邀请在地巫师社区的居民参与 为祖灵的图腾点上眼睛一试 希望祖先能够看着孩子们茁壮并且来守护部落 第九河川局副局长表示 这次仪式活动是为了劳惜光荣提防的 力拿衡广场与贯引道墙面图腾点上祖灵之眼 希望祖先能够照看并庇佑部落的子孙长大 其中与贯引道除了延伸部落中轴街道 自提鼎动线并融入地方特色展现部落重要文化 同时提升部落与提防水岸的生活感连结 那再加上经过几年来以后 这个皮顶稍微长有点路线有点混乱 也有杂草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个物品堆滞在上面 所以这个光荣社部落呢 他们就是希望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协助他们来改善这边的环境 那经过评估以及跟部落社区讨论完以后 我们在去年的12月开始开工 就这个工程启动 那预计在今年的8月16会完工 那整个工程会改善这个光荣桥到夏老师桥 这一段左右两岸的提段 那个大概是600到700公尺左右 那改善这个部分 未来就是部落居民他们在这边散步的时候 如果累了可以在这个这个石椅上面去做休息 那这个后坡又跟他们部落的这个卡瓦斯运动场会结合 所以未来在祭祀或者是他们在有一些盛典的时候 这些石椅也可以变成是他们的一个观景座椅这样子 那我们把整个提顶的道路拓宽以后 那这个部分就会未来就是跟社区的环境 就可以跟我们的水岸提房去做结合 那除了这些工程上面的一个设计之外 我们也把在地的七角栓社的文化 像他们的一个雨冠文化 我们会在我们的提房的提底跟社区的中走路线 去做一个结合做一个缓坡道 然后设置这个雨冠大雨冠的一个缓坡道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个挡土墙 跟卡瓦斯运动场这个挡土墙 我们也是把社区的这样的一个祖灵文化 祖灵之眼的文化把它融入在我们的这个图腾里面 那今天来主要就是为了这个祖灵之眼 这个挡土墙的这个部分 我们要做一个开眼的仪式 那希望说祖灵之眼持续庇佑我们整个社区 还有我们子孙 让他们可以就是可以很好的这样子在这边生活 光荣提房是九合局正在进行中的 劳西光荣桥下游左右岸提房环境改善工程 除了改善左右岸既有体顶道路动线混乱的情形 并进行景观的美化 运用防汛道路及体顶空间 规划完善的步道系统 串联周边的游戏及重要赏景游戏区 成为亮点节点 营造劳西光荣桥至夏劳西桥之间的河段 变成适合民众休闲散步的地点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